立法案李燕秀等人向福德政神上香助导后 开始进行捐赠仪式 这里是内湖知名的百年土地公庙贵族宫 九年前在李燕秀号召下 贵族宫开始将信众的普渡贡品捐赠给弱势 结果这项供应活动获得外界好评 每一年都有新成员加入 让物资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加 到今年捐赠贡品数量已经是第一年的十倍以上 受证单位也越来越多 今年的爱新更普及到彰化二龄的马喜乐社福基金会 让当年发起这项公益活动的立法人李燕秀相当感动 贵族宫在这里我们在三角这个地方已经超过百年了 那过去就是我们众院普渡的物资也相当的多 那李燕秀委员发起的时候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其实我们贵族宫平时呢我们对于我们港国地区呢 一些清寒的这个居民啊我们都有做这个急难救助 那呃他提起这个把这个普渡的物资喔 集中起来我们觉得真的真的非常的有意义 能够把这些物资喔不浪费送到所有需要的人的手上呢 这次是最大最大的福报 所以我们从第一年跟他一起合办到我们今年第九年 我们从一百箱的物资到今年我们总有一千两百箱 后来我们在第七年的时候我们也找了我们的好朋友 有公就是我们的卢州奉安公我们也一起来做这个共襄盛举 所以他们也每一年都把中原普渡的物资呢送到我们贵族宫 贵族宫每一年都会办每一次普渡之后 我们有清寒送暖的活动那呃呃每一年都办的越来越大 然后支持赞助的地方人士民间的团体也越来越多 所以台湾其实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喔 我们从普渡这件事情就可以看的看的到 那呃呃今年看到已经把贵族宫后面都堆的满满喔 那贊助的单位其实来的也非常多 里长也非常多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份资源 都可以真正送到需要的人上面 那我更感谢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协助的支持单位 赞助单位 然后今天来了还有很多的团体 都是长期在民间推动照顾的团体 那我们也希望结合更多的资源 每一年办得更大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发想 那我觉得非常开心 我有机会做中间的平台跟桥梁 然后把地方资源照顾得更好 整合得更好 今年加入捐赠行列的三星人士 社区发展协会及企业团体 也都很开心有机会可以共享盛举 让更多弱势团体及家庭获得协助 我们合作这本身 按照内政部的合作设法的规范 就是要从事公益上的活动 那这次有这个机会 而且说我们贵族公 他长期以来对于弱势的团体 家庭都一直有这样的照顾 那我们有这个机会 可以讲来共襄盛举 付出一点民伯之力 这我们全社 大概有八千多个社员来讲 也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加入这个合作社之后 我们行有益力 一定来帮助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我跟赵主任从小认识到大 那他报这么好康的事情让我来参与 那你觉得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来讲一下有什么样的意义 意义很大 因为反正能够帮助很多人需要帮助的人 那就是我们最基本应该做的 我们能做就尽量做 因为我们的社区呢 跟内府的社区呢 都是连结在一起 那我们已经进入了老人的社会 已经老人的社会了 已经都超高龄的社会了 那我们特别需要关照这些老人家 我们目前协会也正在推 怎么样在地老化的活动 内府区多位里长也出席这项公益活动 肯定民进的力量 让社府爱新网更加完善有利 我们有一些弱势的族群 还有一些独居的长辈啊 他们也都是很需要这些的关怀 不只是物资上还是说平常上的这个寒暄 都对他们是有非常大的 强大的这种力量 那有这样子的活动跟这样的机会 那藉由那个我们协会这边 这样子能够赞助我们 那让我们再把这个爱再散播出去 我相信说这样子是能够一个很好的逸举 除了捐赠普多贡品 秉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贵族公每年在端午中秋 及元宵等传统节日 也会分送民众平安邮饭等 期盼让土地公的爱心 庇佑社会的每个角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